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您水笑 第九十九章 高价的雷炼士 编城 这个听起来有些苍凉的名字 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站在编城之外 除了城墙有些斑驳沧桑之外 这个地方竟然是热闹非凡 众多的兽车和飞行兽穿流不息 来去的人大都背着兵器 周身带着强大的气息 和普通的凡人城市相比 修真城市多了一种让人难以言说的东西 莫无忌背着炼药设备走进了编城城门 根据他打听来的消息 编城周围除了无痕剑派之外 还有九龄派 雷云踪 千叶联盟等十多个宗门 无痕剑派在这些宗门当中算不得最强的宗门 正因为如此 殷茜殷才叮嘱莫无忌尽量少得罪人 编城人流量很大 酒楼客栈也多 莫无忌很快就找到了住处 北水酒楼 根据酒楼的伙计说 北水酒楼距离边城仙殿塔非常之近 尽管是修真城市 莫无忌发现 北水酒楼的设施远不如当初在落水住的天洛酒楼 好在这家酒楼也是收金币的 否则的话 莫无忌还真不想住进了 他身上的零食加起来才一百块 而且听说还是下品零食 这一百块零食 除了他的客清单师酬劳 主要是在无痕剑山当中得到的 让莫无忌略显满意的是 这家酒楼有专门的单房 对住进来的客人来说 单房不一定是要炼单 滋养受宠 炼气 或者别的用途都可以 莫无忌要这专门的单房 倒不是为了炼单 而是为了炼药液 他可是连炼药设备都带出来了的 莫无忌的打算是晚上炼药 白天去编程仙炼塔大通脉络 这样最节约时间 将东西放在酒楼之后 莫无忌并没有第一时间去看仙炼塔 既然因潜因说了 仙炼塔有雷炼事 那就肯定有 他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去购买药材 准备炼制开卖药液 他身上剩的开卖药液 也就几瓶而已 这几瓶开卖药液 根本就不够他用的 编程作为一个修真城市 莫无忌要购买的 又是最低级的药材 所以他基本没有费什么力气 仅仅花了两三个小时 在傍晚时分 已经把药材全部购置齐全 这次他直接购买了三十份 炼制开卖药液 对莫无忌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 炼制这种药液虽不需要修为加持 但莫无忌现在脱卖四层 经历上可远胜于以前 一晚上时间他就炼制了十五瓶左右 再加上原来的七瓶 此时他身上的开卖药液 一共有二十二瓶 天蒙蒙亮的时候 莫无忌停止了炼药 他原地打坐修炼了两个小时 一宿没睡 只是修炼两个小时 莫无忌一样的精神抖擞 早晨简单地吃了些东西 莫无忌便带着他的二十二瓶开卖药液 前往边城仙炼塔 这次有这种机会 莫无忌决定将自己的脉络开启到最多 然后再回去慢慢修炼 对于修炼者来说 开拓经脉灵落 那都是拓脉气的事情 一旦晋级驻灵气 体内灵落基本上就固定 将来再也无法开辟 除非自费修为 然后再来一次 可就算是白痴 估计也不会干这种事情 在莫无忌看来 边城是修真城市 边城仙炼塔 是边城最有名的地方 那么仙炼塔的广场肯定面积巨大 至少要比星河帝都广场气派许多 等莫无忌来到仙炼塔外面后 他这才知道 这仙炼塔广场远不如星河帝都广场大 唯一让人震撼的是 悬浮在广场外围的那五个金色大字 编程仙炼塔 因为广场略小 加上来往人很多 让这里显得是格外的热闹 广场中间是一个高有将近四五十丈的高塔 因为这塔身宽大 让塔显得有些臃肿 莫无忌之前见惯了高楼 这四五十丈的高塔对他来说还真算不得什么 走进塔的边缘 莫无忌看见了一个巨大的牌子悬挂在塔门口 牌子上详尽地写着各个修炼室的价格 在这儿 莫无忌不但看见了因前因所说的五行修炼室 还看见了剑炼室 重力室 漂浮室 等等等等 不管是你能想到的还是想不到的 这里似乎全部都有 但是 当莫无忌再看看这些修炼室后面的价格的时候 最初的那种激动瞬间消失大半 这地方最便宜的修炼室 每天的零食都在十枚以上 贵的甚至要一百多枚 特别是那剑炼室 修炼一天竟然要三百枚下品零食 莫无忌赶紧把这些修炼室粗略扫了一遍 他很快就找到了雷炼室 当莫无忌看见雷炼室的价格时 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这不是以天来计算的 而是以时辰计算零食 每一个时辰的价格是二十枚下品零食 也就是说 他身上的零食也就够他修炼个五个时辰 算起来也就是十个小时罢了 仅仅犹豫数秒时间 莫无忌亦然走进了仙殿堂 若是他一个人 他肯定会继续冒险寻找六角雷厄 可是现在他还有烟尔 一来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寻找雷厄 二来他也不想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去选择冒险 零食这东西可以赚 他现在好歹是个二品人丹师 身上还带了一批丹药 这些完全可以用来换取零食 我要去雷历室修炼一个时辰 莫无忌小心拿出了二十枚零食 放在了缴纳零食的窗口前 他想起了曾经学过的一篇文章 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温凉完酒要一碟茴香豆 便排出酒温大钱 莫无忌忽然深深地体会到了孔一级当时的心情 就如同老孔那酒温大钱一样 他排出的这二十枚零食一样对他很是珍贵 雷炼士压一百零食 进去修炼多长时间算多少零食 多了会退还给你 窗口后一个油若机器般的声音说 还要押金 见莫无忌发愣 旁边的一名男子说 兄弟第一次来这修炼吧 这里都是需要押金的 你可以办一个玉牌 然后在玉牌中存一定的零食 以后修炼呢 只需要用玉牌就可以了 莫无忌连忙感谢了一句 将包裹里的一百块零食全部拿了出来 还好他剩下了一百块 否则那只能原路返回了 交纳了一百块零食 窗口处很快递给莫无忌一个玉牌 同时传来了冷冰冰的声音 将玉牌杀在门口凹槽处 出来的时候把玉牌拿回来换取零食 或者是不叫零食 这位朋友能否借我三枚零食啊 我身上只有九十七枚 押金不够了 你放心 我只修炼一个时辰 出来领取了押金后 就在这等你回来 然后还你零食 一个略显稚嫩的声音 在莫无忌耳边响了起来 莫无忌回头 看见了一个年约十三四岁 眉清目秀的少年 他正一脸期待地望着莫无忌呢 显然这少年刚才看他交纳零食 就觉得他身上有零食 以莫无忌的经验来看 这少年应该是真的缺少三枚零食 因为他的目光里 充满了渴望 若是身上有零食的话 莫无忌倒是不介意 真的借给对方三块 可惜 莫无忌身上的确是没零食了 他有些歉意地对着少年说 真是抱歉啊 我身上刚好只有一百块零食啊 说完这句 莫无忌立即看到了 几道不屑的眼神 少年眼睛里 则流露出了失望之色 显然 他也认为莫无忌不过是推辞之言而已 他将渴望的目光转向了四周 可是周围并没有人说话 这三枚零食我帮你出了 一个略带零食的声音响了起来 随即三枚零食被送到了少年的手里 这是一个年轻的男子 就是莫无忌也不得不按赞这人长得帅气 不但帅气 声音还带着雌性 哪怕不看他的脸 只看他那双修长白皙的手掌 也能引来无数女性的爱慕 若是放在从前 又是个可以靠脸吃饭的家伙 而这帅气男子身旁 还有一名漂亮的女子 女子的目光从莫无忌身上扫了一下 略带一些笔 莫无忌却摇了摇头 他并不在意这件事情 只是看了看手中玉牌 上面写着雷炼仪式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